上個禮拜中共五預警展開聯合力艦2024B軍事演習 這樣的軍事挑釁行為 不但破壞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現狀 更是對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 引發國際社會的嚴重關切與譴責 不僅如此 在網路社群平台上 更是出現了像做軍艦砍花冬 天然氣船與共艦掉頭 以及海巡弟兄爆料槍械及防彈背心不足等 多則假訊息 而這看似單純的假訊息 背後似乎有著另一層用意 沒有錯 接下來的節目將邀請專家學者 為我們解析此次中共演習期間的認知作戰作為 了解其操作手法與背後的深層含義 前一陣子在網路上出現了許多醜化我方的大量訊息 包含了天然氣船遇到共艦就掉頭回去等等 而且解放軍的官網還發布了名為作者軍艦看花冬的演訊影片 企圖誤導外界以為軍機艦已經逼近了臺灣本島 當然還有許多的網路論壇也出現 國軍不是已經派遣兵力了嗎 怎麼會毫無應對的成效 今天早上五點共軍發布演習訊息 國防部明顯還在睡覺 支通電軍 海巡署也沒有提前的掌握跟因應 這個可憐的天然氣船 他沒有收到政府的通知 還有已經有網友在DICAR上爆料 今天的共軍軍演 海巡艦長前天晚上還在聚眾飲酒 等等的假訊息 明顯都是為了配合中共軍演的認知作戰 根據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報告看來 第一個傳播這個帳號的訊息 是一群隱藏了IP 並且偽裝成臺灣使用者的境外勢力 事實上這些IP 他們長期來自於境外跨國詐騙活動的 網路代理公司所發布 今天我們媒體試圖課程 請了三位學者專家 就是要探討這次中共在二零二四年 聯合力艦B演習中 認知作戰的策略變化 第一位是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李冠誠老師 李老師您覺得在過去的演習中 中共的認知作戰策略有什麼主要的特徵 那以往的重點又是什麼呢 謝謝傅老師的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的重要 那我認為過去中共認知作戰的一個主要的特徵 是想要營造臺灣社會的焦慮和恐懼的氛圍 比方說在過去二零二二年裴洛西來臺的時候的環臺軍演 以及二零二三年我們總統出訪美國的這個環臺的軍演 事實上他最主要是想要營造讓臺灣民眾感到戰爭迫近 然後會有恐懼擔心焦慮的這種心理 所以都是圍繞著國軍相關議題 想要影響民眾對國軍的信心 是這樣嗎 是的 沒錯 我認為是這樣子的 謝謝冠誠老師的分享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請到了事實查核中心的陳偉廷主編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 其實根據查核中心的觀察呢 每次只要中共在做這個對臺的軍演的時候呢 網路上面就會出現非常多相關的討論跟傳言 那其實我觀察他們的手法呢其實都蠻類似的 比方說呢他會去誇大中共的這個軍容 然後呢會感覺營造出一種 他好像已經見指臺灣瀕臨城下的這個 讓民眾感覺恐慌的這個感覺 那同時呢可能網路上面也會散播一些 哪裡臺灣的民眾又看到有導彈啊 飛彈飛過臺灣上空這樣的訊息 其實跟這一次呢的這個聯合利劍逼的演習呢 的傳言手法蠻類似的 比方說他們可能會利用中共海警發佈說 巡航都是愛你的形狀 然後在網路上面散播 或者是呢發佈這個坐著軍艦看花東的這個影像 好像感覺離臺灣很靠近 那都是藉由要引起民眾的這個恐慌感 然後讓我們對於這個中共軍容的強盛感到害怕 或甚至呢會對國軍感到信心不足 覺得我們應對的方法好像不足 或者是我們的裝備不如人家 那麼2020年聯合利劍逼演習跟過去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如何顯示這些是中共的策略轉變 這個問題要請教師大的劉文斌老師 劉老師之前在法務部調查局認知過一段時間 一定有獨到的見解 謝謝傅老師問我這個問題 傅老師真的是博學多聞 馬上看到其中的變化 就我的觀察這一次的演習除了跟過去 一直想要用虛假的訊息來營造我們的國軍 我沒有能力抵抗共軍的侵勞之外 這一次的演習同時 擴展到一般民眾的認知的改變 他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營造某一種社會氛圍 這個氛圍如果你講得很文周周的話 其實大家也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真身殺人 只要不斷地講真身殺人 這個社會如果真的認為是真身殺人的話 這個社會會變成某一種認知 這個對中共是有利的 所以中共這一次的這個任志戰的這個作為 除了對軍方施行這個心理上的壓迫之外 他很想要做的 不僅是對我們社會氛圍的改變 更想要進化到國際社會的輿論 來支持共軍對臺灣的所有的演習 而事實上能不能得逞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民調 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換句話說 這整個演習的目標對象 不只國內還有國外 不只軍中還有一般的社會的經濟活動 是這樣子嗎 是的 中共他向來的這個強項就是宣傳 他當然不僅是對臺灣的一個宣傳的攻擊 同時他也想要製造一個國際的輿論 來壓迫臺灣 壓縮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除了正常的一般的這個 我們稱為大水漫灌式的這個 讓所有的整個認知改變之外 事實上在認知作戰 或是我們稱認知戰的這個訊息攻擊裡面 經常會選定特定的群眾或個人來攻擊的 我們稱為分眾攻擊或是分眾傳播 譬如說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 我去攻擊或是去影響一個水庫的管理員 讓他把這個適當時機把水庫打開 水淹台北市的話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這一次的攻擊 這一次訊息的攻擊 不僅僅是對普羅的社會大眾 甚至於集中攻擊到特定的群眾 希望整個社會因此而造成的激化 我們稱的激化就是分崩離析 如果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社會會變成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的吊 我們就沒有辦法團結起來 共同抵抗中共的攻擊了 是的 謝謝劉老師 現在的戰爭已經不是單一個國家可以戰勝的 民主國家需要有盟友 需要同盟的協助 那中共這樣的認知作戰 的確會影響到國際社會 怎麼看待台灣防衛自己民主社會的信心 其實我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在2022年佩洛西來台 那個時候的中共對台軍演 有一張照片非常有名 是中共的解放軍 拿著望遠鏡看我們的花蓮的電廠 那這個照片 其實它是透過新華社 發布給全球的媒體 所以很多國際媒體 都引用了這張照片 然後感覺好像 中共對台灣的威脅盛大 這張照片其實是一個假照片 檢視查核中心已經經過查核 發現它是一個變造過的照片 其實它營造了兵臨城下的感覺 但其實它對台灣並沒有距離這麼近 那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手法 是它利用了他們自己的國家通訊社 把這張照片廣傳給國際媒體 營造它國際的聲量 其實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中共就利用這樣的手法 來爭取國際的支持 並且把他們強盛的軍容對外展示 其實今年9月份 美聯社有一篇報導也提到說 中共現在這種國際宣傳的手法 已經越做越多 而且他們用一種更便宜更有效的方法 是它直接透過假新聞的網站 假的媒體記者 來大肆宣傳有關中共的正面的訊息 來影響國際大眾 這樣子的假訊息的傳播 已經變成一種產業鏈 從生產到傳播 甚至說不定我們不知道的 它還有一套非常嚴格的 這個效果評估的方法 沒錯 那這樣子的目標拓展 對國軍有什麼重要的意涵呢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我想國軍需要注意的是 現代戰爭不僅是實際戰場上作戰 更包括如何在國際輿論和心理層面上 贏得支持和優勢 我想這一次的中共的假訊息的操作 包括這個國軍還有海巡的弟兄在喝酒 然後渾然不知 然後還有這個天然氣喘進不來 我想很明顯的 這一次的中共錯假訊息 是衝著國軍來的 而且要營造讓大家覺得 國軍好像都在偷染 然後沒有事情做的這種感覺 OK 所以國軍是 中共認知作戰的頭號目標 因為中共他們只要能夠 散播這些假訊息 讓人民覺得放棄國防 不支持國軍 那事實上他們就可以達到 不廢一兵一卒 統一台灣的一個這個目的 所以相關的政府單位 一定要做好準備 對這些所謂的錯假訊息 有防範 然後有反制的措施 李老師說的沒有錯 中共的認知作戰已經不是從點對點 從單一國家對單一國家來做認知作戰 而是他把整個作戰的想定 拉成國際社會以及區域安全的框架底下 來做攻擊 來做演練 那針對中共如何運用這個訊息科技以及大數據來做精確的訊息操作呢 其實這次我們有觀察到一個蠻有趣的這個假訊息 他是在TikTok上面流傳 然後是台灣的這個市議員 他的影片呢 就在這個TikTok上面說 他覺得這個中共演習實在是太棒了 如果中共登陸的話呢 他一定要投降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是透過這個TikTok短影音來接收資訊 所以這個訊息傳得非常的廣 很多讀者來問我們 這個影片是真的嗎 那當然是假的 因為現在呢其實AI科技實在太發達了 這個影片呢 其實是用AI生畏把變造了談話的內容 那類似手法呢 其實呢在TikTok上面呢 其實非常多 非常常見 那他們利用這個變造台灣的這個名嘴啊 或是政治人物的這種手法 來虛構一些不存在的這個論述 那中共呢運用這種AI科技呢 精準的來對準 會看短影音的這樣的群眾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手法 剛才陳老師分享的 其實就是一種虛虛實實的作戰方式 那這種方式是如何運作的呢 基本上來說 他就是結合虛擬空間 網路空間跟實地的軍事行動 讓台灣的軍方 政府與民眾 三方都面臨雙重的壓力 我想請教劉老師 那這樣子的壓力 對台灣民眾來說 它又意味著什麼 我們又應該怎麼樣去應處這樣子的壓力呢 面對這個不斷的假訊息的攻擊 我們對於這個認知戰的防禦 有基本的三個方式 可以來作為抵抗的一個方式 第一個我們看看訊息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剛剛我提過 我經常提這個這個例子 就是說當有同事給你打個電話說 剛剛長官交代說從現在開始 週休五日加薪五千 你還相信的話 這個不叫認知戰 這個是腦袋有問題 你怎麼可能夢想到差跟現實差那麼遠 他顯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這個訊息可能是假的 百分之九十大概是假的 所以你必須要很小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國內有非常多的 第三方事實查核的單位 就是民間組織 就是在網路上 我們大概就可以像事實查核中心 這些民間組織 他經常幫我們去查詢這個訊息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各位如果你任何有一個訊息接收 你認為懷疑的話 你認為可疑的話 可以很迅速的在網路上查到 你要找的答案到底是真是假 第三個就是稍待一下 稍待多久呢 大概只有半小時 你大概就知道了 用什麼方式 我們來看看主流媒體 有沒有報導這個訊息 主流媒體的 他的業務主要就是賣新聞 他賣的新聞 當然是要真的新聞 又快又好的真的新聞 如果他賣的新聞 是假的新聞的話 這個叫做賣假貨 以後他再賣不出去 所以有任何的訊息 主流媒體一定會去查證 不管國內外的主流媒體 一定會去查證 所以當你看到訊息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訊息很聳動 但是到底是真是假 你不知道的時候 不要急著傳出去 你稍待一下主流媒體 有沒有跑馬燈有沒有快報 如果沒有的話 大概是假的 利用這個三個步驟的話 就很快的可以初步查證 我們的訊息是真是假 那有關於提升防衛任性 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我國非常重要的議題了 我想請教李老師 來提一提來聊一聊 那這樣的防衛任性 應該怎麼樣的建構呢 現在政府正在推動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那這個裡面其實是從俄乌戰爭之後 大家意識到任性這兩個字非常重要 那所謂的任性就是一個復原力 OK 那這個復原力其實也包含了 社會心理的一個層面 我這邊提供三個 這個新聞資訊聽看聽的一個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看到這種很聳動的標題 不要被這些聳動的標題誤導 第二個 如果比方說在新聞內容裡面 它沒有作者 沒有說記者是誰 那我們也要稍微聽看聽注意一下 第三個 在新聞報導裡面 常常會有某某人士主張 某某人士認為 某某人士發現 那這些可能都是一些 你必須要再去求證的一些資訊的 遇到的一個新聞資訊 當你看到讓你擔憂的訊息的時候 交叉 驗證不同媒體的報導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僅我們要查核了解這個訊息是真是假 同時我們還要主動去維護 我們周邊的人不受假訊息的傷害 的確 我們每個官兵弟兄看到假訊息的時候 除了要成為假訊息的終結者之外 更重要的是你也可以成為真訊息的傳播者 今天我們的媒體試讀課程就進行到這 感謝三位專家的接受採訪 希望各位官兵都能夠有所收穫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